中国军人,一个赏亮而又令人骄傲的名字,在战火纷飞的争荣岁月,他们抛头颅,洒热血,在奇想盛世的和平时期他们在国际上,彰显了大国风暂,他们在灾难面前,铸就了人民坚断他们在平日里,铺写了奉献与坚守,这就是和平时期的中国军人。 一,在国际上,彰显大国风暂,就是在红旗迈卷,就是在比利前行,显日突进,风烟滚滚,三军亮线,大漠列阵,黄沙白战穿金甲,塞上点冰,大风起起云飞扬,一张张有黑的脸庞,写满对胜利的渴望,一双双结衣的眼眸,透射出坚定的信仰。 今天从这里学会打仗,明天从这里走向战场,上午,南海海域,48艘战舰,76架战机,10000与民官兵。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,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,这是新时代人民海军的豪迈亮相,这是挺进深蓝的壮美航迹。 自1990年起,我国已派遣3万多人次官兵,参与了21下联合合围和行动,欢迎太乡的近20人。 他们或是在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,或是在空袭中遇难,或是在任务虚揽并去世。 二,在灾难面前,驻救人民监队,1998年抗洪抢血,中国军人用他们的血肉之躯。 搭建起的威威钢铁人墙,遏制住了豪小四女儿的红沫,确保了沿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 2008年南方雪灾,一名年轻的武警战士,在京都高速公路破冰铲雪的间隙,肯吃着寒色金谷的冰块解渴,只为了归途的人们,早日安全顺利地抵达。 一场突如其来的矩阵,撼动了花下大地,更镇通了意外的中华儿女。 当灾难忽然降临时,最新赶赴灾难现场的是中国军人,率先冲在救援勤线的也是中国军人。 他们来不及悲伤流泪,并奋不顾身地以此神展开了一场,时间就是生命的赛跑,他们用磨出鲜血的双手,将一个又一个垂危的生命,拉回了剩的起点。 二时三时许,天津冰海先驱火光冲天,高速十米的灰白色蘑菇与瞬间腾起,英红了万个天际,火情就是命令,消防战是不顾着人的生命安慰,换站在火学串动的一切,战斗在最危险的地方。 今天金港消防牺牲人数打击15人之多,他们用无悔的芳华,梳醒了最美的逆行。 2017年,在韭菜沟的地震救援现场,再次上演了最美逆行,GIF。 地动山摇,碎石滚落,尘突马迁,游客征乡,向外撤离。 在一名身折迷彩服的战士,迎着四伏的危机,亦无法顾避冲向前方,留给了我们最亮眼的逆行背影。 中国军人的监狱应有,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灾难面前,得到了最生动的权势,奋不顾身,无惧无畏,这就是中国军人。 三,在平日里,不屑奉献与坚守,凡领和雷云,经过六年的爱情异地长逃,终于在2016年的元大,将对彼此的坚守洛言娟克尽了,属于他们爱的红本本。 由于春日临近,两人顾不上休一天婚假,就奔赴了各自的工作岗位。 下午,广东别绑总队的凡顶,来不及换下军装,就从他执勤的广州南站临时条班,因为妻子雷雨之称的林克列车,将在这里靠站半个小时。 当列车停尾,车门打开,看到妻子的那一刻,凡顶这个一米八的汉子,不仅为虚双眼,万语千言,千言万语,轻声移动出不仅符合妻子脸床的泪珠。 2016年,编防官兵这样走过,塔克什肯编防连时罗官兵,正在翻越雪山打板。 对他们来说,今年只是一个增长年岁的日子,辛苦与坚守,他们甘愿领受。 戍边人士,编防官兵的不善言辞,他们总把惊险说得轻描淡写,把艰苦说得喜松平常。 那些风刀双剑,那些雪玉冰牙,情色在玉,莫不尽好。 中国军人不重前行,2017年新春一时,一张编防战士砍食牛奶的图片,看酷了万千网友。 季度盐行可以凝固河中的牛奶,却无法冷却边防战士胸膛里的外战豪情。 成一人之寒,进一片中城,守祖国美侧土地。 数年引兵,南辆润血,拉巴侧人。 从一个西方龙奴的后代,到北京交通大学的一名大学生。 从一名金色的国防生,到达电基层的优秀当族连长。 对待工作认真,职整,他永远感激着解放军。 所以他成为了解放军,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军人。 他们为了什么? 赢气、钱财、立功受奖,也或是家人脸上的荣荒。 谁不向往安逆平静的生活,谁不爱惜自己宝贵的生命。 声亮亮,中国驻马里共和国文和公兵分的战士,遭遇恐怖袭击,不幸牺牲。 年仅29岁,刘景泰,著名母部战士,在2016年7月抗洪强险就在中壮烈牺牲。 年仅22岁,于是空军8E飞行表演队中队长,飞行训练中发生事故,壮烈牺牲。 年仅30岁,中国军人,一个时代的印记,我们为家尽孝,他们为国尽忠。 我们在阳光下沐浴春风,他们在暗夜里披荆斩棘,我们享受着花钱月下的青青窝窝。 他们接受着分隔两地的海市山盟,身着热身荣装,战争过着和平,他们肩头瞧起的是祖国和人民。 这就是中国军人,手指六旋枪四铁,明月,龙泉三尺斩兮魔,开雪西施军舞,漫团不是德能多,四三呼吻狼烟起,问如是,神仍敢去定分布,致敬,和平时期大国军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欢迎订阅DXYZ过去更多相关资讯。